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阳 好咱们继续逛狗事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啊 这是一个大叔带过来的两条德木 后边是一条长毛的一条总共啊 前面的是这条长毛总共的女儿啊 现在三个月 这条狗的话 整体看的话还算可以啊 这条小木狗可以看一下 他耳朵立的耳朵立的非常的漂亮啊 腿的颜色也非常的红 就是今天的天气太热啊 这是妇女俩啊 可以看一下 你看啊 天气很热啊 在太阳地 狗啊最怕热了 然后刚好放在太阳地 一会儿的话 咱们让这个大叔啊 把狗给他们放下来 咱们好好给大家看一下 太热了 狗狗都受不了 可能舌头吐出来 小黑鸟啊 你看一下 对 把它弄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看它的品相 头版和骨架 还是非常到位的 作为一个母亲来看的话 已经达标了 那么这条狗 属于平辈啊 就我们说的小公辈 来不着看一下 小狗的父亲啊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两条狗都属于中长毛的 太热了啊 咱们让这个大叔 直接把狗放到阴凉地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狗 看它腿 看它爪子 现在三个月啊 我已经有我的手的四肢宽了 这个狗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它腿的颜色 腿的颜色非常的红 而且耳朵立的啊 来说实话 没什么毛病 远看的话 一个小黑脸 精神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可以看一下 你看多精神 我一叫 你看坐着样子 一看就让人喜欢 好 对提到得目感兴趣的话 评论去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好 这一期的狗啊 就带大家看在这里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